一连幽梦是熊姚阿姨的言情小说 被翻拍成了电视剧 有陈德龙和肖强版本的 也有秦岚和张嘉宁的又见一连幽梦这一版 当然现在很多网友表示 小时候真傻 觉得绿瓶的毒 子凌可怜 现在看来子凌才是那个绿茶 寄予姐姐男友 更吐槽楚年对绿瓶的那句 你失去的只是条腿 而子凌失去的是爱情 而一连幽梦两个版本都是美女如云 熊姚虽然三观不正 但是熊姚卷脚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如果让一连幽梦的女演员换上古装 最美的会是谁呢 一陈德龙 陈德龙在熊姚女郎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美貌 在一连幽梦中 把子凌演绎的楚楚可怜 欺骗了当年天真的我 梅花唠中陈德龙的白眼霜 这个古装扮相 真是我见有脸 眼含秋水 陈德龙就是妥妥的软妹子 一身白色 更是显得娇俏 二 张佳妮 最近张佳妮在温暖的显有不错表现 张佳妮演绎的子凌 带有一些小女孩的韧性和小脾气 张佳妮的子凌 没有陈德龙那么楚楚可怜 更多是可爱 张佳妮是参加寻找子凌节目出道的 张佳妮得了第一名才出演了子凌 而我觉得张佳妮更适合古装造型 细长而上挑的眼睛 小小的鼻子 樱桃小口 加上一颗类纸 使得张佳妮极具古典美 三 秦岚秦岚参演绿瓶的时候 已经过了颜值巅峰 不过秦岚的演技很过关 让人对她又爱又恨 而秦岚的颜值巅峰 就是她的环竹格格三 当时秒杀黄义 马伊丽和王眼 秦岚清新脱俗的古装扮相 为她加了不少分 四 肖强肖强被誉为 台湾第一美女 这个名号不是白来的 为什么不嫌烦 怎么不嫌烦 再 dessa 靠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